全国防疫进入三级警戒 预理警分局协同名利 赶在国中校停课的前夕 全体总动员分进合级 到辖内各级学校加强宣导防疫 获得师生及家长的肯定 18号停课前夕 预理警方协同名利 全体总动员到辖区内的各级学校 加强防疫宣导 要洗手带这家门 这样背好 我们要把这些疫情顾过 口罩戴好戴满 停课是要全程戴口罩 还有勤洗手 不要乱去公共场所 去公共场所 一定要洗手 不要乱摸眼睛 鼻子嘴巴知道吗 知道 除了加强宣导戴口罩 勤洗手 由于停课不到校 警方还是不忘叮咛学生 停课期间也不要乱跑 以免发生危险 好好在家远距学习 贴心的关怀 也获得学校师生与家长的肯定 知道 你们停课就 可能在家里就在家里 不要往出去外面乱跑 现在一直没人到 你要是让他们知道的 就是要随时清洗手 然后戴口罩 然后避免呢 出入人多有几个场所 玉立警分局这一次防御宣导 共动员警力40名 携情名利45名 全体总动员 亲自前往辖区三乡镇 共35所国高中小学 来进行宣导 在停课期间 玉立警分局每天也都会持续不定时 前往学生们喜爱聚集的场所击查 杜绝校园成为防疫破口 记者是玉兰玉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